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卡玛拉·哈里斯在激发民主党选民热情的同时 能否成功扩大选举地图 并在美国政治中崛起的艰难过程 他能否将这股能量转化为选举胜利 不仅在传统的党派据点 还有那些在拜登总统任内 似乎正在失去的新的战场州 哈里斯的下一次吸引力测试 将于周二在乔治亚州进行 他的竞选团队将在亚特兰大举行集会 另一方面 哈里斯在外交政策方面面临的挑战 也不容小觑 从拜登的阴影中崛起 他需要在俄罗斯、中国问题上 表现出坚定立场 并解决中美洲非法移民问题 同时应对加沙的血腥冲突 他的外交政策方法 是否能够应对这些全球危机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 无论他或特朗普当选 美国在亚洲的经济政策 都可能趋向保护主义 他将如何在这些问题上 与亚洲国家打交道 也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标题 卡玛拉、哈里斯 从拜登的阴影中崛起 能否引领民主党胜利 在卡玛拉、哈里斯的政治生涯中 他一直以激情和决心著称 这次 他面临着一场决定性的挑战 将民主党的能量转化为选举胜利 并在国内外树立自己的独立形象 在他第二次总统竞选的第一个旋风班的星期里 哈里斯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筹集了惊人的2亿美元捐款 招募了数千名志愿者 并激起了民主党选民的热情 然而 接下来的98天 将是他能否真的在选举地图上 扩大党派影响力的真正考验 特别是在那些被认为是新战场州的地方 乔治亚州竞选的下一个关键点 哈里斯的下一个挑战 将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展开 这次集会 他将与民主党参议员 拉斐尔、沃诺克和乔恩、奥索夫 两次竞选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 斯泰西、埃布拉姆斯 以及饶舌歌手梅根 西、斯塔利安同台 这场活动 无疑将是一个检验他 能否激发当地选民热情的重要时刻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在乔治亚州的高调行动 表明他们对这个在拜登任内 似乎失去的战场州寄予厚望 哈里斯的战场州主任丹 坎尼嫩告诉记者 副总统周围的支持浪潮 是真实且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的任务 是将这种热情的转化位行动 挑战与机遇 任何民主党的胜利路径 几乎都会经过所谓的蓝墙州 及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然而 随着哈里斯成为假定提名人 他需要保持像乔治亚州 这样的太阳带州的竞争力 这些州包括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这些地区 可能会给民主党 带来急需的喘息空间 几个月前 民主党对在乔治亚州 获胜的前景感到失望 选民对通货膨胀 和加沙地带苦难感到沮丧 投票率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然而 哈里斯的候选资格 被形容为一个除颤器 使选民重新意识到他的存在 特别是年轻人和有色人中选民 这种震撼效应 在非裔美国人中尤为明显 这群体占乔治亚州人口的约三分之一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挑战 卡玛拉 哈里斯的挑战不仅仅限于国内 他还必须在外交政策上 展现自己的独立风采 在白宫 总统拜登 以其50年来在全球事务中的经验 建立了声誉 而哈里斯 则很少有机会在这方面展示自己 然而 如果他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 并最终入主白宫 这位长期担任检察官的哈里斯 将把他在法庭上积累的数十年经验 应用于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危机 并在美国的对手 试图挑战他时 坚定立场 据与他共识的人士称 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 最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挑战 哈里斯的助手们表示 他的外交政策核心 不太可能偏离拜登对乌克兰的强力支持 以及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然而 他处理全球问题的方式 可能与拜登不同 拜登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和担任副总统期间 与多国领导人建立了长期的个人关系 而这些经验塑造了 他对许多问题的坚定看法 人性化的领导风格 哈里斯的助手和盟友指出 哈里斯像前总统奥巴马一样 是一位具有社会正义倾向的律师 他挑战员工证明他们的假设 并以检察官的热情捍卫法律和秩序 他上任时没有外交政策经验 但他带来了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 包括敏锐的智慧 非常稳健的判断力和直觉 这些直觉总是非常准确 哈里斯的首年国家安全顾问的南希 麦克尔多尼说 他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 不仅在工作中学习 而且真正领导 这篇报道基于对14位美国 和国际政策制定者 分析师和其他与他密切合作的人的采访 其中许多人要求匿名 以坦率地谈论他们的私人互动 哈里斯的办公室 拒绝安排他接受采访 持续的外交政策挑战 在外交政策方面 共和党人认为 哈里斯的记录是一个弱点 批评他未能解决移民问题 并声称 他对以色列的支持 比他们的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更弱 共和党还声称 哈里斯缺乏外交政策经验 使美国的对手更加大胆 导致乌克兰战争 并使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 袭击以色列 哈里斯参加总统的每日简报 这是一份关于紧迫国家安全问题的情报分析 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 菲利普·戈登 是民主党政府的长期助手 并在2020年 撰写了一本书 探讨美国在中东进行政权更迭时的失败历史 他推动美国政策的努力 并不总是成功 在2月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许多欧洲领导人关注美国的民意调查 对华盛顿未来对乌克兰和北约的承诺感到担忧 哈里斯试图平息这些担忧 然而 许多观看他演讲的欧洲政策制定者 质疑他的保证是否符合当前的形势 未来的机遇 即使面对这些挑战 哈里斯仍然有机会在国内外建立自己的声誉 他在乔治亚州的竞选行动和对外交政策的投入 展示了他的决心和能力 无论是国内的选举胜利 还是国际上的外交突破 哈里斯都在努力证明 自己是民主党的未来领袖 他能否成功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现分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哈里斯 在他第二次总统竞选的第一个星期里 激发了民主党选民的热情 他迅速获得了数千名志愿者的支持 并筹集了2亿美元的捐款 然而 他能否将这股能量转化为选举胜利 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战场州仍是一个挑战 哈里斯和他的竞选团队 在乔治亚州的活动表明 他们重视这个 现在对民主党重新成为竞争州的地区 副总统哈里斯 计划与民主党的重量级人物和当地领袖 一起在亚特兰大举行集会 并且有名人如梅根 西·斯塔利安的支持 有分析认为 哈里斯的出现和活动 能激发特定选民群体的投票热情 特别是年轻人和有色人中选民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在乔治亚州设立了24个协调办公室 拥有170名协调竞选工作人员 并且自他宣布参选以来 超过7500名志愿者 报名参与其中 这种组织工作的强度 显示了他们对该州的重视和投入 然而 哈里斯面临着一些挑战 例如 选民对通货膨胀 和加沙地带问题的担忧 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投票率和选民情绪 不过 民主党内的一些策略师认为 乔治亚州重新成为竞争州 并且相信 哈里斯在该州的支持会 帮助他在选举中取得成功 在外交政策方面 副总统哈里斯面临着另外一个考验 尽管 他在拜登政府中的国际经验相对有限 他仍然需要应对全球上许多重要的问题 包括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乌克兰战争 以及中东的复杂局势 哈里斯的助手们指出 他在处理全球问题时 将带来不同于拜登的风格 可能更强调社会正义和法律秩序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立场 不大可能偏离拜登对乌克兰和中国的强硬态度 但他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相对鲜明 批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同时继续支持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尽管他在国际事务上的经验相对较少 他已经开始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 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 向泽连斯基总统解释西方情报 提醒他做好战争准备 此外 他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也备受关注 哈里斯被拜登指派 处理中美洲非法移民问题 他强调解决该地区的根本原因 并推动私营部门的参与 以促进经济发展 然而共和党人对他的这些努力 持批评态度 认为他未能有效解决边境问题 在亚洲贸易问题上 分析认为 无论是哈里斯 还是前总统特朗普当选 都不太可能改变 美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 和经济民族主义趋势 经济安全将继续 是美国的首要任务 尽管两位候选人 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 处理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 卡玛拉·哈里斯 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的表现和策略 特别是在外交政策 和战场周的竞选活动 将对他能否最终获得胜利 起到关键作用 他如何将目前的选民热情 转化为实际的选票 将成为他竞选成败的关键指标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卡玛拉·哈里斯的外交政策 将给美国带来新鲜的视角 和强有力的领导 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果断行动 以及对以色列和加沙问题的关注 显示出他有能力 在全球舞台上稳重应对挑战 再加上他在检察官生涯中 积累的丰富经验 他毫无疑问能够在处理国际危机时 做出理智且有效的决策 这位女性领袖的上任 将有助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 树立更好的形象 就像当年马格丽特·撒切尔 在英国做的一样 拜托 楚天书 你是不是给哈里斯 戴了玫瑰色的眼镜 他在外交政策上 完全是个新手 缺乏实际经验 就像把一个初学者 放在F1赛车的驾驶座上 他可能会把我们带进沟里 看看他在处理中美洲 非法移民问题上的表现吧 他的不要来言论 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 甚至让自己的民主党同仁 都感到震惊 正如尼克松 在水门事件中的失败一样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 也很有可能成为 他政治生涯的一大污点 谢奇奇 你的批评真是无稽之谈 哈里斯在乌克兰问题上 展示了他的领导才能 与泽连斯基的交谈 说服了他准备迎接俄罗斯的入侵 这种果断的行动 在过去三年中 帮助乌克兰抵御了俄罗斯的侵略 他的强硬立场和同情心完美结合 就像罗马帝国时期的乌大维 既能展示力量 又能赢得人民的心 这与特朗普的胡乱政策 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只会把世界推向混乱 哈里斯的强硬外交政策 你是认真的吗 楚天书 他在日本对驻扎的美国水手讲话 结果让人家觉得是居高临下的说教 而不是有建设性的对话 他的外交风格就像 唐吉赫德里的风车站 充满了理想主义 却缺乏实际操作 更不用说他在中美洲的失败 根本无法解决当地的根本问题 你再看看他在加沙问题上的表现 除了人道主义灾难这样的空话 他到底做了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谢奇奇说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 除了空话什么也没有真的是太冤枉了 他对加沙的强硬评论 和推动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进入 显示出他愿意在困难的国际问题上表明立场 他不像某些政治人物那样随波逐流 而是向一个现代的约翰·F肯尼迪 敢于直面挑战 并寻求长久的和平解决方案 你批评的不要来言论 其实是在强调合法移民途径 这是对乱象的有利回应 楚天说 你这样吹捧哈里斯 真是让我头疼 他的所谓强硬立场 只是对国际问题的肤浅理解 别忘了他在NBC新闻采访中的尴尬表现 让人怀疑他是否真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外交事物 至于加沙 他除了喊几句义正词言的口号 有没有真正改变现状 他的外交政策就像一场穿着衬衫的马戏团表演 看起来很有意思 但其实毫无实质内容 特朗普至少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更为果敢 虽然他的风格可能不讨喜 但成效明显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卡玛拉、哈里斯的第二次总统竞选 正如飓风般迅速席卷 获得了民主党内的广泛支持 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 并筹集了巨额的竞选资金 他的挑战不仅在于巩固传统的党派据点 还需要在那些似乎正在失去的战场周中获得支持 他的竞选团队已经在乔治亚州高调亮相 与民主党的资深人士和饶舌歌手同台演出 意图将这股热情转化为实际的选票 哈里斯的战场周主任强调 这股支持浪潮是真实而有意义的 现在的任务是将这种热情转化为行动 乔治亚州的选情对民主党至关重要 这一周的竞争力将为哈里斯带来急需的喘息空间 尤其是在其他关键州的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 他的候选资格被形容为除颤气 重新激发了选民的热情 尤其是在年轻人和有色人种选民中 即便如此 乔治亚州仍然是一个倾向于右派的州 民主党在此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 在外交政策上 哈里斯虽然缺乏拜登那样丰富的经验 但他带来了敏锐的智慧和稳健的判断力 他在乌克兰和中国问题上不太可能偏离拜登的强硬立场 并在加沙问题上展现出鲜明的立场 批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 同时继续支持以色列 哈里斯被描述为一位具有社会正义倾向的律师 他喜欢挑战既定的假设 以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共和党则批评他的外交政策经验不足 认为这使美国的对手更加大胆 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虽然不如拜登那样自如 但在一些关键时刻 他的决策和行动被认为是决定性的 例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 他的解释和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哈里斯如果当选 将面临多个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 加沙的血腥冲突将是他最大的挑战之一 他专注于战斗结束后的情况 推动援助进入加沙 他还强调了普遍存在的性别暴力问题 以及保护人权和劳工权利的重要性 他的对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关注 给了一些批评政府以色列政策的人希望 但分析人士警告说 期望他在当选后会有重大政策转变是不现实的 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也强调 哈里斯与拜登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并没有太大分歧 在经济政策上 无论哈里斯还是特朗普当选 美国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都将继续成为首要任务 这一趋势已经确立 不太可能因为总统的更替而改变 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即经济安全将被置于首位 这意味着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将继续影响该地区 哈里斯和特朗普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政策 但其核心方针不会有重大改变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 应对这样的经济环境将是未来的一大挑战 总结来说 哈里斯的竞选和政策立场在民主党内获得了广泛支持 但他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 他需要在关键战场周获得支持 并在国内外政策上展现出坚定的立场 无论他是否能成功 这场竞选将是民主党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外交和经济政策上 他的立场和策略将对美国和全球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